HELLO 英雄說書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說書人阿瑞 替大家帶來精彩的英雄故事 今天要說的這個人 我想老觀眾都期待很久了 他在以前好多部影片裡 都有以男配角的身份登場過 與夏侯淵、陳泰、司馬懿、鄧愛等人搭配 堪稱是最稱職的綠葉 另一種說法就是低調強 各位掌聲歡迎本片男主角 他是曹衛對抗蜀漢最有經驗的長城 我願尊稱他一聲雍州霸者 郭懷、郭伯濟 故事開始前小小補充一下 雍州這個地名常常在三國說書裡提到 但實際位置究竟在哪呢 我只能跟大家說 歲月變遷、滄海桑田 雖然東漢光武帝定都洛陽時期 曾設立過雍州 但不久後又取消 中間有沒有複利我不確定 不過至少後漢書裡有寫到當董卓死後 郭里二人組入長安時 漢縣帝下詔宣布雍州又回來啦 雍州會這麼神秘呢 又或者他地位搖擺不定 我想也與他地處金基與西北軍閥的緩衝地帶有關 很容易隨著國家政權的興衰而變動 範圍大概就是從長安附近 往西延伸到梁州東邊的部分郡縣 而我們主角郭懷 究竟有什麼本事啊 能從這樣一個動盪不安的地區崛起 贏得當地軍民百姓的敬重呢 大家繼續聽下去 翻開郭懷的列傳 我會發現他是出生太原陽曲 位於洛陽北方 這在兩漢時期是相對偏遠的郡縣 處於漢人與遊牧民族的文化緩衝地帶 在帝國強盛的時候 或許生活影響不大 但如果朝鋼不正 國家走下坡時 朝廷能夠給邊緣城市的資源 恐怕就是最先被割捨的 東漢末年就是那樣的亂世 不過幸好呢 這時候出了一個 智勢之能成 亂世之奸雄 那便是我們三國制第一男主角 曹操曹孟德 曹操擊敗袁少平定河北之後 北邊呢 雖然還是有些殘存的地方勢力 但整體來說 比起東漢臨地時穩定的多 時間來到建安中期 我們郭懷有了當官的機會 他被推舉為孝蓮 在平原侯手下擔任輔城 平原侯是誰啊 觀眾朋友一定知道 就是文學素養深厚的 曹擲曹子劍 其實呢 郭懷家原本祖先是有當官的 阿公官至大司農 阿爸呢則是燕門太守 沒錯 燕門就是那個 魏國名將張遼的故鄉 比郭懷老家 還要更北邊 更靠近外族一點 雖然呢 郭懷是有家世背景 但履歷上啊寫著出生地太原陽曲 沒辦法和什麼隱川私立那些天龍國 蛋黃區相比 能夠舉孝蓮從平原侯府出發 已經算是祖上積德了 不過我們郭懷也是很爭氣 沒多久他就被從平原侯轉調到 五官中郎將曹丕旗下擔任門下賊曹 再來呢又轉到曹操成相府中 升格為兵曹議令使 而且還帶著他一起隨軍征討漢中 估計這應該是建安二十年 公元二一五年的事情 你看喔 郭懷能用短短五六年的時間 歷經曹操父子三人手下工作 逐步取得信任 獲准參與軍事會議 他的辦事能力確實有受肯定 話說就在曹操解決了漢中張魯 準備班師回朝之際 他命令唐帝真熙將軍夏侯淵正守漢中 同時也把郭懷留了下來 以行軍司馬的身份作為淵戈的副手 我們講過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 什麼意思呢 不是打工的日薪 一天三百也太少 歡迎複習一下虎步官佑的專片 總之夏侯淵是個打仗很厲害的將軍 獨獨有個缺點 那就是個性比較勇往直前 有時候嗨起來 連自己主帥的身份都忘了 因此呢 如果能夠有個副將當他的煞車皮 就能夠發揮相輔相成的效果 曹操這個安排非常周到 他前腳離開之後 易州劉備就開始虎視眈眈的對漢中用兵 我們郭懷呢 扮演秤職的幕僚人員 替夏侯淵分憂解牢 殊不止啊 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旦夕獲福 我們翻開史書上的郭懷 沒什麼缺點 就是常常在關鍵時刻 會生病 如果用今日的角度想 不免懷疑是不是長照症還是怎樣 壓力一大 腸胃就不肯定 在衛蜀兩軍 漢中僵持不下之際 郭懷掛了病號 說巧不巧 他一請假 夏侯淵就像拔掉煞車線的SKY哥 直接衝衝衝衝衝上了前線 和蜀軍猛將黃中激烈碰撞 當場陣亡 郭懷人接到消息 連忙暴病出陣 硬生生的把四散奔逃的士兵收攏起來 強撐著身體 召回人在前線的張河 對士官兵們宣布 接下來張河就是你們的指揮官 要知道 他們的對手劉備 可是殺場老狐狸 怎麼會不知道現在戰況十分危急 曹衛這邊領兵的將軍 稍微有那麼一點沒自信 整個大軍大概就崩了 幸好郭懷與張河 都是非常值得信賴的台駐 硬生生的在汗水阻駐蜀軍進攻 沒有讓戰線損失繼續擴大 撐到了援軍趕來 儘管最後曹操還是決定主動把剩餘軍隊撤出漢中 但他非常肯定 郭章二人的表現 讓張河假捷頂上夏侯淵的位子 郭懷繼續擔任司馬輔助 命令他們鎮守在蜀道通往長安出口 陳倉 而這也是郭懷制霸雍州的開始 漢中之戰後的隔年 曹操就因病過世 由長子曹批接班 趙冠麗這種政權交接時刻 比較皮的地區總是要亂一下 西梁槍族與關中軍閥開始躁動 郭懷以正西掌使兼爭槍護軍的身份 與張河一起搭配梁州刺史張濟 平定了這波叛亂 戰爭結束後 許昌那邊也傳來好消息 漢縣帝趕到大勢已去 決定把皇位善讓給曹批 這是改朝換代的大事 曹批下令舉辦派對慶祝 一些派駐外地的眾成紛紛趕回京城道貨 郭懷也不例外 他安頓好駐地軍隊後立刻出發 但走到半路上他的身體又拉緊抱 生病了 等到他抵達皇宮 文武百官早就已經開趴好幾天 郭懷成為最晚到的那一個 都說曹批心眼小 他一看到郭懷進門 揮揮手 大家都別吵啦 板起臉說 伯繼啊 以前大禹接受順地善讓時 大會諸侯於屠山 其中防風室遲到了 結果當場被處死 今天普天同慶 就你不長眼遲到 你自己說該怎麼辦 郭懷也是讀過書的 不慌不瞞回答 我聽說以前賢明的君王 都會義德服人 到了大禹建立的下潮 不得民心啊 開始用刑罰控制人民 今天皇上您榮登大位 我們齊聚一堂 慶祝遙順盛世在線 肯定不會出現像防風室那樣 無辜冤死的案子 嘖嘖嘖 你看這話說得多漂亮 雖然啦 郭懷以前在五官中郎府裡當差 跟曹批友很早就相似 但在小老闆人生中 這麼重要的場合自己卻遲到 這個八截的態度一定要有 郭懷沒有以老賣老 反而利用對方舉的典故 送一點高帽子回去 這讓原本就喜歡鑽研文字藝術的曹批 聽了整個身心舒暢 好 馬匹有領 遲到無罪 當場封給郭懷 雍州刺史的高位 我覺得這個位置對於郭懷來說 算是完給的 如果不是因為他欠缺獨領一軍的經驗 加上個人身體因素影響 當年夏侯淵意外身亡時 曹操有很大的機會 直接拉拔他擔任地方主管 Anyway 遲到總比不到好 去參加Party是這樣 升官發財也是這樣 郭懷當上雍州大主管之後 不只擺平了當地企圖造反的勢力 對於一些主動歸祥的部落 也是細心打理 都會詢問他們的家族狀況 男女比例 老人年輕人各多少 我看再下去 你就要幫居民製作戶口名簿了吧 是人都可以感受到關心的 雍梁地區的外族也感受到郭懷 與其他陣守地方的將軍不太一樣 並非有一位享用武力征服 因此紛紛對他表達了 忠心的敬佩之意 不過雍州刺史這位置 並非能讓你安穩種田的爽缺 南方的蜀漢呢 始終沒有放棄北伐曹魏 復興漢氏的夢想 曹丕過世後曹瑞幾位 公元228年 明帝太和二年 諸葛亮發動了氣勢如虹的第一次北伐 大家總是記得 馬素被派去守接庭 用精湛的爬山技術 讓自己從配角變成主角 今天我不容許他搶了郭懷風采 這時候啊 郭懷已經在雍州蹲了超過五年 對於長安以西的槍湖部落情形 可說是了若執掌 本場戰爭中呢 張河擊破馬素很搶眼 但郭懷同樣有攻下 蜀將高翔的烈柳城 而且呢 高翔可是沒有犯什麼布陣錯誤 接庭烈柳雙雙失陷 是讓諸葛亮不得不撤兵的重要關鍵 另一場有名的交鋒 就是發生 魯城之戰的第四次北伐 同樣的過去我們都把美光燈焦點 聚集在司馬懿、張河、諸葛亮三人身上 那一次作戰很難得 位屬雙方都面臨糧食不足的問題 屬軍這裡呢 據說諸葛亮運用木牛流馬的黑科技 硬生生拉長戰線 至於曹衛方面呢 幸好有郭懷幾年來的深耕地方 他從關西友好的部落那邊 緊急調運糧草支援 這才有辦法支撐到後來蜀漢內部發生 李延補給延誤的事件 否則戰況要怎麼變化 還充滿無限的可能 當然啊不得不提的呢 還有公元二三四年 諸葛亮的最後一次北伐 蜀軍呢駐紮在五丈園 司馬懿有負責全力防守 當時大家都認為呢 諸葛亮一定是要大軍正面推進 只有司馬懿與郭懷持相反觀點 他們認為啊蜀軍已經知道我們佈置了防禦陣型 肯定不會硬碰硬啊 而是繞到其他地方使出兵法上的公敵之必咎 那個必咎之地呢叫做陽碎 容我岔個提啊 過去常有個印象是呢 諸葛亮在北伐作戰後期 好像戰術劍驅保守 沒有什麼騎兵啊 只是做個樣子 好像打贏也好打輸也沒關係 今天的這段記載呢剛好可以當作反例 諸葛亮不是不想出騎兵 而是曹魏這裡呢也有能人啊 很多騎兵如果被擋下了 在史書裡呢就只能留下兩句話的淡淡無奈 郭懷呢在陽碎堵住敵方的奇襲 諸葛亮的人生呢跟著就走到盡頭 聽到這裡啊如果按照農場文的路數呢 我們大概會說 哇所以郭懷是個用兵不下諸葛亮 甚至超越司馬懿的男人嘛 其實啊上戰場久了 怎麼可能沒吞敗仗呢 就跟棒球場上投手一樣哦 除非是短局數啦 否則頭一整記下來 埃及之拳雷打是合情合理的 郭懷在對抗蜀軍的過程中呢 也曾經有在陽溪被魏妍大敗的紀錄 勝敗乃兵家常事 能夠帶著笑容走到最後的才是贏家啊 諸葛亮呢帶著遺憾病逝五丈元 蜀漢在後面接棒的又會是誰呢 各位觀眾猜到了嗎 蜀漢接下來主動攻擊的將軍居然不是姜維 而是當時在殷平擔任太守的廖化 公元二三八年哦 廖化發覺曹魏的梁州地區有叛亂 他直接一個先斬後奏 沒有等後方支援呢就先帶兵進攻 郭懷仍處在長安與梁州的中間地帶 他先派出了廣衛南安兩地的太守去迎擊 同時也上書給皇帝曹瑞說明自己的戰略 然而廖化這場戰爭呢 完全展現出他老將的身價 連破衛國兩位太守的援軍 打穿了從殷平通往梁州的道路 也替姜維呢接下來的作戰打下基礎 後諸葛亮時代的北發正式展開 郭懷要如何應對截然不同的敵方戰略呢 如果檢查孔明與姜維的北發路線 會發現有個很大的不同 阿亮不斷嘗試把戰線 從隆溪往東邊長安的方向推進 可是姜維呢卻常常選擇先往西邊打 這絕對不是因為姜維跟柳黃書一樣是路痴喔 而是因為北發曹衛勢必會經過雍良地區 而雍良地區的戰爭勝負呢 往往就掌握在槍族部落的支持度上 用觀眾朋友熟悉的選舉術語來說 位屬兩大黨在雍良地區的基本盤是位大於屬 因此過去諸葛亮選擇不要在梁州停留太久 想盡快推進長安 等大局底定呢 梁州自然也會倒向勝利的那一方 但是啊 姜維與諸葛亮有個不同點 他是隆溪本地人 對他來說 槍族的力量是有機會可以拉攏的 那郭懷又該怎麼辦呢 郭懷雖然他不是隆溪在地的 可是啊他靠的是過去 琴跑基層累積的人脈 那叫做 吹丁面囚 咕嚕 竟然也逆風高飛 拔去了不少姜維在部落裡的樁腳 曹衛正史元年時呢 姜維聯絡槍族盟友共同出兵隆溪 而郭懷也率軍應戰 把姜維打退之後 他沒有直接撤軍 而是就地安撫了三千多戶部落居民 說服他們搬家到關中地區 沒錯 牽戶口的概念啊 直接來個釜底抽薪 讓姜維能夠煽動的對象越來越少 到了正史八年 梁州槍族發生大亂 不確定是因為天災還是人為因素影響 這次動亂涵蓋了位屬兩國控制的範圍 姜維與郭懷當然也各自出兵平亂 姜維心想啊 軍隊都出門了 順便打一架也不虧啊 他搞定部落後就嘗試進攻曹衛 而郭懷這邊呢 原本他的部下是建議學姜維那樣 先平定境內的槍族 再全心攻擊敵人 不過郭懷判斷啊 姜維用兵省術 如果衛軍呢 先安內再攘外 恐怕來不及處理內亂 外部就已經被蜀軍打破缺口了 於是他命令過去老長官夏侯淵的兒子 夏侯爸 堅守在維斥這個地方呢 拖住姜維進攻 自己放下槍族叛亂先不管 率領主力部隊趕往救援 最後成功擊退了援軍 當然啦 歷史沒辦法倒帶 我無法說萬一郭懷選擇另一條路 姜維北發呢 就一定會成功 但我個人認為呢 身處在那個戰火頻傳的前線 指揮官的每一個抉擇 其實都牽動著駐地官兵的命運 而郭懷他能夠守住那麼多波進攻 都是一次又一次的成功選擇累積而成的 隔了一年 姜維捲土重來 這次帶上了先前表現亮眼的老將廖化 姜維自己先去槍族部落聯絡盟軍 命令廖化在前線駐軍等待攻擊 那郭懷又要怎麼應對呢 他再次請出夏侯爸 同樣的又請他去拖住姜維 夏侯爸可能心裡會想 老大 那個麒麟兒很硬的啊 郭懷安慰他 別怕 我打完廖化就去幫你 這場戰爭我們在廖化的影片裡也有說過 姜維為了救援友軍 拖慢了自己行動的腳步 北發最後無功而返 就在衛署西線戰場打得火熱之際 郭懷收到了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 朝廷中央發生重大變故 那就是我們前兩支影片講到的 正史之變 正史之變又稱高平林之變 這一場魏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政變 使得曹家政權旁落到司馬家的手中 仍在前線的郭懷 由於常年駐軍雍州 並沒有太過鮮明的中央派系色彩 加上過去也與司馬懿並肩作戰合作愉快 他就被升官為真希將軍 答案是啊 郭懷的手下之前苦干實干 硬扛將為好幾波攻擊的夏侯爸 就沒那麼幸運了 夏侯一家由於有曹魏皇清國妻的身份 對於司馬家來說就像個不定時炸彈 在擔心被秋後算帳的壓力之下 夏侯爸選擇逃亡到屬害 而代替他成為郭懷左右手的 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名將鄧愛 關於夏侯爸與鄧愛的故事 我們都有做過專片解說 歡迎新朋友參考老觀眾複習 這裡容我做個快轉 步步高升的郭懷 終於還是被朝廷中央的政治風暴 給掃到紅台外 高平林之變過後兩年 淮南三畔中的亡靈之亂爆發 揚州刺死亡靈被以謀反罪逮捕 株連三族 你說揚州那邊的動亂 關雍州郭懷什麼事呢 不幸的是 郭懷的老婆就是王林的妹妹 沒多久 京城的使者來了 他們帶著公文表示要收押郭夫人 第一時間郭懷並沒有抗命 讓妻子被押上了囚車 但這消息傳出去沒多久 附近的槍湖部落頭目 一窩蜂的來到將軍府外 人數超過數千人 表示希望能救救夫人 但郭懷忍痛拒絕 等到囚車出發後 郭懷的五個兒子還不放棄 紛紛跪地叩頭 連額頭都勝出鮮血 哀求父親一定要救媽媽一命 郭懷的心也是肉做的 終於忍不住對左右親信擺一擺手 去吧 你們去把夫人帶回來 命令一傳十十傳百 將軍府外的部落頭目 聽到都士氣大震 立刻組成一支 郭夫人救援特遣隊 幾千名忌兵 沒日沒夜的追趕囚車 數天後 郭懷的妻子 毫髮無傷的回到加州 郭懷當然知道自己這個決定 影響深淵 身為主官卻不服中央命令 那是殺頭的大罪 他親自寫了封信給司馬懿 上面提到 身體法福受之父母 我不忍心看到兒子們為了媽媽 自殘身體 如果兒子不在了 我大概也沒辦法活了 我知道自己違反了國家法令 要怎麼處理 請大人看著辦吧 據說司馬懿看完信後 沒有多說什麼 就原諒了郭懷 這一封訴諸父子之情的信 是不是有讓司馬懿 想起了他的兩個兒子 司馬師與司馬昭呢 某種程度上 在高頻林之變中 他們同樣也是違法犯計的 不過大家仔細想想 從亡靈叛變到司馬懿過世 其實只有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 郭懷那封信最後是司馬懿看到 還是手握大權的司馬師看到 這個答案大概只有當事人自己 心理明白了 公元254年升冬 司馬師安排新皇帝曹毛登基 不到半年後 郭懷因病過世 並且獲得追贈大將軍的殊榮 子孫在未來改朝換代後 也都知凡夜貌生生不息 儘管陳壽在三國治裡 曾替郭懷惋惜 這人非常有才華 但他的官位與能力總是不能匹配 但時間尺度如果拉遠一點看 出生太原崛起於雍州的陽曲國家 已經是少數橫跨未盡而不衰 贏得曹家司馬家雙重尊重的風雲家族 而達成這個成就的不是別人 正是我們郭懷 喜歡今天的故事嗎 英雄說書需要你的支持 讓好故事被更多人聽到 動動手指訂閱我們頻道 打開小鈴鐺 選擇接收全部消息 這對創作者的幫助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還想要給我們更多鼓勵 也可以掃描加入會員QR Code 用每個月一杯咖啡的錢 贊助我們的內容創作 這裡是英雄說書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 OK